接下來要開始介紹一些名詞 行李把名詞的意思弄懂弄明白 叫做周期性振動 這是個單擺 然後從A放下來擺到B B要擺回A 擺來擺去 叫做來回 叫做往周期性的振動 從O到A 從A到O 再從O到B 從B要回到O 這樣來回 這樣叫做振動一次 這樣叫做振動一次 振動一次 來回到振動一次 然後 叫做周期性振動 因為一直擺一直擺 第一個名詞叫平衡點 平衡點的意思就是 合力為名的那一點 國中生 通常把他想成的中間那一點 中間那一點 他實際上要講的是合力為名的那一點 叫做平衡點 在圖上的O這一點 O這一點就是所謂的平衡點 然後呢 從O到A 或者O到B 這個東西 我們就叫做振幅 擺到最大位移 最大主要就叫做振幅 如果你有角度 就叫做所謂的擺角 擺角或擺幅 振幅 擺幅 或者是擺角 就是OA 注意喔 是OA或者是OB喔 不是A到B喔 不是A到B喔 只有OA或者是OB喔 這樣叫做振幅或者是擺幅 用條件叫做所謂的擺角 周期 周期 重點 周期 周期就是振動一次的時間 從A到O到B又回O又回A 來回一次的時間 叫做所謂的周期 通常我們國中生用T表示 單位是秒 周期一秒 一秒鐘來回一次 周期兩秒 就是來回一次要花兩秒 第一個名詞叫做周期 第二個重要的名詞叫做頻率 頻率是單位時間之內振動的次數 一秒鐘振動幾次 一秒鐘振動兩次 頻率是二 一秒鐘振動十次 頻率是十 他的單位叫做賀茲 簡稱叫做賀 英文說寫叫HZ HZ 賀茲簡稱賀 秒分之一 秒分之一 一個叫做周期 振動一次所需的時間 一個叫做頻率 單位時間之內所振動的次數 所振動的次數 然後所以他們兩個有個親密的關係 等會再告訴你 所以注意 我們振動一次有經過幾個政府 四個 四個政府 AO OB BO OA 這樣子有四個政府 重點是 政府的大小 代表的是 能量的高低 政府如果越大 就代表能量越大 代表能量越大 所以政府代表能量 這以後也會再用到 政府代表能量 政府大代表能量大 另外一個剛剛跟你講過了 周期跟頻率有一個親密關係 一 叫做互為倒數相乘等於一 我 振動一次 要一秒 那一秒振動幾次 一次 一乘一等於一 我振動一次 需要零點五秒 二分之一秒 振動一次 二分之一秒 那一秒幾次 兩次 二乘二分之一也是一 對不對 所以周期跟頻率互為倒數 也就是說 以後我如果告訴你 周期就等於告訴你什麼 頻率 我如果告訴你 頻率前告訴你 周期 我告訴你我頻率是二十赫 周期勒 二十分之一秒 我告訴你 我的周期是一百分之一秒 那表示我頻率就說了 一百 一百赫 所以我告訴我周期就等於告訴我頻率 告訴我頻率就等於告訴我周期 這個是高期跟頻率一個重要的關係 親密關係你要給我記好 周期跟頻率互為 倒數 相乘等於 一 請記住